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当狮子座真正放下的时候 就是沉默 狮子座的人 往往是一个骨子里比较高傲的人 因此 倘若不是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的人 并不能够入得了狮子座的眼镜 在感情中也是如此 当他们对一个人真正的失望 也就是触碰狮子座底线 甚至尊严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他们心中 可能就什么也不是了 那么他们就懒得多说一句 因为犯不上 确实 这是狮子座比较决绝的一面 很多东西 他们并不能心平气和地结束 因为 狮子座的情感是澎湃的 巨大的 犹如一个炙热的火球 而当火球心灭 所产生的浓烟也自然是很呛人的 并不能够让他们轻易救释怀 只是 狮子座的人很在意面子 他们也并不想跟一个把他们的自尊踩在脚下的人 都说什么 因此 倘若他们还不想离开 往往会充满了很多的情绪 甚至表现出一些懦弱的一面 可如果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离开 那么转身离去就是最好的方法 只是 狮子座的沉默里 也积攒了巨大的情绪力量 可能夹杂至愤怒 失望不屑 甚至是鄙夷 但是 他们并不会跟你多说什么 因为已经不重要了 这都是自我的情绪 自己去消化 和舔尸伤口 所以 狮子座的人也往往比较难挽回 因为你可能连见到他们面的机会都难 当狮子座有了决断 也很难被说服 而如果此前矛盾的原因无法解决 或者即便你试图去改变 也可能不被领亲 因为狮子座会觉得 你早干嘛去了 狮子座的人在爱情中 要么是有点居高临下的姿态 要么就比较容易被人占上风 而前者多半比较少见 后者反而更常见一点 他们对一个人的态度 往往一开始就决定了的 假如狮子座一开始就十分喜欢一个人 那么在爱情中就容易把自己的底线一退再退 假如刚开始不是那么喜欢 他们要么不会开始 开始了也可能会把王者之风发挥的淋漓尽致 可无论是哪一种 对于狮子座来说 都是比较轰轰烈烈的 他们会付出感情 投入心血去经营一段感情 因为感情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 也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 而是一种生命的能量 是通过感情来看待世界 认识自我 同时也找回自我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